音乐 这几个人 在论语当中也好 在后来 基本上这个周有八事 这八个人都没怎么记下来 只有在其他的 另外的一部作品 叫一周书 但这个一周书呢 里边说的是真的假的 也不知道 只是一个传说 说在周朝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八位有才又有德的人 就是这八个人 伯达伯阔 这俩老大 然后这个众突众乎 两个老二 书页书下 两个老三 然后祭随祭瓜 两个老四 说到这些人 说当时有八个特别厉害的人 所以后来才慢慢慢慢的开始出现了 周朝的盛世 周朝盛世跟这八个很厉害的人有关系 这几个人有才又有德 然后还有一个传说说 这八个人是一个母亲所生的四对孪生子 因为有两个伯这事就很奇怪 说怎么会有两个伯 两个重 两个书 两个记 有一个传说说是一个妈生的 每次一生生俩 一生生俩 所以这俩都叫伯 那俩都叫重 那俩都叫书 那俩都叫记 这都是传说 所以在这一周书里边的 其实已经是后人的传说 或者想象 或者穿凿附会的一些东西 他们真实的生平 今天我们并不知道 那这一章难就难在这里 就是这一章的内容 就是八个压根不知道是谁的人 然后呢 突然讲到叫周有八事 有人说突然知道 为什么这个鸡康叫书业了 是吧 那因为在这里边有书业 是这个意思吗 那这博达还有呢 陈博达还是博达的 那挺多的 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 说这一章我们怎么去理解 这一章最重要的理解 怎么去理解 因为这八个人是谁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你要明白 周有八事 他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你一个盛世的关键 是有一帮 非常优秀的人才 我觉得这就是18点11 最重要的一点 最重要要传递的东西 就是盛世是靠人才的 他跟18点10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周公为鲁公的那句话 就是告诉你要得人 你要出去带一个国家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得人 环节 宽容 对不对 然后11章就是告诉你 在周王朝最鼎盛的初年 这个盛世王朝的开启 就是因为有一堆人才 这堆人才的名字 今天留了下来 这堆人才是干啥的 今天已经不知道了 周有八识 就是讲这个 各有各的能耐 各有各的才华 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全部得到重用 你看这是18点11 一定要跟18点10 结合起来去理解 而且他会告诉你 这八识有大有小 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有 不是光用老的 也不是光用小的 也不是光用中不溜的 所以广泛的得人 是能够治理好天下的根本 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要靠人的 甚至弘扬大道 也是要靠人的 所以孔子在论语当中讲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对不对 离开了人 啥事都白谈 啥事都白谈 所以重视人 其实这个本身也是 论语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重视人才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后来 中国的科举曲势 我们叫他叫儒家 为什么 儒家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叫重视人才 你看道家就不是这样的 佛家就不是这样的 西游记里边 有一个国家叫比丘国 比丘国的国王 信道 不信僧 把和尚都抓去 干苦里活 最后孙悟空是怎么教育他们的 怎么教育这个国王的 他就说 他说你要信 也要信 也要敬僧 也要敬道 也要 赡养人才 然后就讲到说 儒士道 三家 你都要用 那敬僧敬道 当然是一个是佛家 一个是道家 赡养人才 其实就是儒家 儒家是非常重视人才 重视人才的培养 重视人才的选拔 重视人才的作用 所以18点10 18点11 都表现出了 儒家对于人才的重视 当然 虽然这个第11章 这八个人 我们今天根本不知道 他们是干啥的 对吧 得仁者得天下 能用仁者 能无敌于天下 你看历史就是如此 你看所有的历史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像战国四公子这样的人 会被流传下来 为什么像信灵君这样的人 会得到崇拜 刘邦这样的人会得天下 为什么 突出能力就一个 叫做得人 对吧 刘邦 论出身 论个人 智力 论这个武力 都不行啊 都比项羽差太远了 他可能比起来 身边的有一些人 也赶不上 但是他的最突出的能力 就是能得人 实际就是如此 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 你看历史 就会看得比较清晰